特朗普試圖和通俄門調查目標劃先界線 說城景指中俄羅斯人員的前顧問 泡泡佐保洛斯 只是競選團隊的低層義工 又說他是大掛症 特朗普升旗二和官員商討稅務改革法案 對記者追問涉及通俄門調查 有關曾經擔任他外交政策顧問的泡泡佐保洛斯 特朗普一概不回應 特朗普較早前就在社交網站發文試圖撇清關係 說泡泡佐保洛斯是屬於競選團隊的低層義工 沒什麼人認識他 又說他承認作虛假陳述已經證明他是大話症 白宮就說競選團隊曾經向聯邦調查局 提供泡泡佐保洛斯相關的電郵 配合調查 泡泡佐保洛斯承認去年與俄方人員接觸 對方聲稱有民主黨希拉里的黑材料 另外又有人說可以安排特朗普和俄羅斯政府官員會面 美聯社就查到泡泡佐保洛斯接觸過的中間人 分別是倫敦外交學院教授米夫薩德 和俄羅斯國際時務理事會項目經理桂木耶夫 兩人對報道都沒有回應 美國傳媒有報道 泡泡佐保洛斯曾經與競選團隊高級顧問 克羅維斯商討與俄方會面的事 克羅維斯曾經建議泡泡佐保洛斯付會 克羅維斯發聲明回應說 從來沒有向泡泡佐保洛斯建議 以改善美俄關係作為工作重點 發聲認為特別檢察官米勒 就通俄門作的第一批控罪 只是警告特朗普親信 不要試圖隱瞞和俄羅斯的任何接觸 否則就會像泡泡佐保洛斯般面臨起訴 無線電視機就是一層穩定報道 貿務院總理李克強和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會面 李克強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到訪的梅德韋傑夫 兩人高度評價中俄關係進展極大 李克強說梅德韋傑夫在中共十九大閉幕之後 第一位到訪的外國領導人 充分體現中俄兩國緊密關係 眾方願意與俄方鞏固互信、擴大交流合作 推動兩國關係穩定發展 梅德韋傑夫就祝賀中共十九大閉幕 又形容目前俄中全面截略關係屬於高水平 願意與中方繼續努力、深化兩國關係 在本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重申 日前在訪問中提到八十萬個公屋單位 並不是為公屋數量封頂 他說在訪問中一些相對複雜的概念 被過度簡化表述引起大眾焦慮 林鄭月娥表示協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前接受傳媒訪問 說八十萬個出租公屋單位 已經足夠基層家庭住屋需要 他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強調 並不是為公屋數目封頂 對言論引起部分人憂慮致歉 在一個傳媒一個小時訪問裏面的一句說話 將我剛才講了很多分鐘相對複雜的概念簡單化 甚至不幸的數字化了 而引起社會大眾不必要的焦慮 我是表示協議的 以目前的輪候人數和輪候的時間當然是不足夠的 當日後房屋政策各個元素是完備了 置業的階梯是改善了 公屋的單位又有一定的流轉性 就或許可以滿足基層低收入市民住屋的需求 另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將陸子居行上化 有人擔心政策可能會吸引更加多人 為了買陸子居而用盡方法加入公屋輪候賊 反而無助加快公屋輪轉 但是博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招博委說 陸子居先導計劃已經對申請家庭設立限制 相信不會出現不公平的問題 陸子居的先導計劃都是給一些所謂現有的公屋租戶 還有一些所謂準籠表的一些家庭 即即將可以上樓的一些住屋 就不是說你是輪候了兩年 你可以拿個表資格去買這些資助房屋 在這兩個方面我覺得就未必構成到 所謂次來先上網的問題 房委會星期四會舉行集司會 到時會談在施政報告裡面提出的 資助房屋政策建議 相信也都會談到陸子居是否會恆常化 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道 房協推出兩個資助房屋項目 一共600多個單位 昨日開始派申請表 房協位於長修環的辦事處 有市民陸續來拿申請表格和參觀示範單位 兩個屋間分別是張軍澳的翠嶺峰和屯門的翠明台 售價有192萬到623萬 20歲的洪先生和父母一起住在屯門的居屋 計劃買同區的翠明台單位自住 首期就由父母資助 都是屯門那裡的 相比其他單位都便宜了很多 其實他現在的赤價相比現在我們住的那裡 其實都比較便宜了 因為你照市價來那些樓價這樣打下去 就真的不適合你 你的市價已經是神經病了 在這裡是吧 他說會入表申請 亦都會考慮等候購買陸自居 兩個資助房屋項目 預計最快在2020年落成 房協在11月7日到20日 一年兩個禮拜接受申請 母線電視記者林卓欣 澳門在8月天隔風災後的洩候工作持續 其中在關閘的巴士總站要兩年時間收復 若然要求加快進度 政府就說正是審視優化進度的可行性 住澳門記者黃建營報導 關閘在澳門的北大門 去年每日平均有34萬人次 經這裡進出珠海和澳門 當中超過10萬人次 會使用關閘巴士總站 往返澳門各區 但原本在這裡停靠的24條巴士線 已經分流到附近10個巴士站 或者臨時站點 部分距離較遠的站 乘客要多走十幾分鐘的路 有市民說部分臨時站點路窄多 後車環境危險 馬路比較危險 有車過 有些人跑去追車 遠 有些人更遠 其實都很不方便 也都有遊客過 新巴士站的指示 清晰 如果說沒有巴士的話 我就不知道去哪裏做的 我剛才看到那邊有巴士 那邊有都比較分散 就不好了解了 今年8月 天甲催站澳門 位於地庫層的關閘巴士總站 嚴重水浸 機電設施損壞 要暫停使用和重整 當局一個月前公布重整方案 除了修復受損的機電設施之外 也都會改善排水和通風等的設備 預計2019年中重開部分設施 到第四季才全面運作 市民和我都不能夠接受 那這個也都正正是帶出 我們現在澳門在一些公共工程方面 亦都出現一個超市 超資和質量的問題 有很多要改善 包括修改一些現行的一些法律 也都包括我們的政府官員的執行力那方面 他認為最遲要在2019年年初完工 政府就說公務部門 正是審視優化工作進度的各種可行性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黃建盈報道 紐約股市回升 納子創收市新高 美元匯價向好 金價回跌 回來會有場細報道 放心吃吧 想放心 想放心 就要吃選了想吃的創家放心南味 金粥罐頭提醒你 關注十一月農曆節氣 金粥罐頭 金香可口 金粥花生油 選了新鮮 金粥花生油 濃香油肩招 金粥花生油 祝福 金粥蘇 師父 早前我開了個全權委託戶口 是錢 師父醒來招 就算白紫黑紫委託經紀行全員代理六本重買賣 都不能費魯攔你 你要查一下社交單據中所有交易 是否合乎投資目標 特別是授權經紀買賣其餘高風險的健身產品 凡事都要很清楚 胡口持有人 無論贊事都要負責 停 他們將來如何發展沒有人知道 唯有一個廉潔的社會 才能給他們公平的機會 為下一代攻堅廉潔將來 四十年來 香港一直盛在有美和ICAC 她說話很像我媽媽 照顧好自己 她清楚我們的病歷和家庭狀況 有病總有適合的治療方案 預防同樣重要的 我們體開的家庭醫生 有病不可以只靠吃藥 照顧好自己覺得是責任的 家庭醫生家庭一分子健康好拍檔 找健康好拍檔流量基層醫療指南網頁 或流動應用程式 我們是紅拍檔 ココココ協助 安排 以前,兒子遇上交通意外離開了我們 現在我們更佳心 因為兒子說過支持器官捐贈 我們成全了她的遺願 人家幫了我,我都要幫人 我要把這份愛延續下去 支持喜倌淵賊,快點上網登記 家人的支持都很重要 如果小丁會出學,擁以武術 就學好基本法,練好基本功 師傅,什麼基本法?用得著嗎? 用得著,用特區護照 可以超過140個國家,都可以連簽證 香港居民的旅行同出入境自由,都受到保障 想知道多些,就熟讀基本法,練好基本功 職業安全,以慘安全 建造及裝修維修工程,多涉及高處工作 人體下代以外足以致命 使用安全設備,預防意外,家人就放心一點 資料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帶給你 人的心,問人幾句 難以,全都無謀 各位早晨,紐約股市回升,受消費品股和科技股支持 納斯特克指數創紀錄新高 導致資工業平均指數升28點,報23377點 標準討異500指數升兩點,報2575點 部分消費品股業績好過預期,加上科技股做好 大市受支持,三項主要指數都扭轉上日的跌勢 導指早段跌14點之後反彈,美聯最多到升近58點 收市升幅收窄,全日高低相差,接近72點 科技股方面,蘋果公司股價創新高 繼續受到智能手機iPhoneX的需求強勁消息支持 另外有消息說,蘋果明年推出的iPhone和iPad 可能不再用晶片創商高通的產品,高通股價急跌 蘋果公司股價升近1.4%,高通跌近6.7% 競爭對手應得以觸及17年來最高 收市升2.5%,是升幅最大導指成分股 納斯特克指數創6737點,紀錄新高 最後亦都創收市新高,報6,727點,升28點 總結10月份,導指升972點,升幅4.3% 標報500指數升2.2%,納斯升3.6% 三項指數升幅都是2月份以來最大 聯邦儲備局開始一連兩日已升 總統特朗普亦都快將公佈聯儲局下任主席提名人選 市場正注視 無線電視機就在郵家輝報道 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預托證券 和本港收市比較做價格別發展 匯豐控股收市折合76.1,比本港收市跌1號 中移動78.72,升3.7% 中國石油股粉5.1,升等先 中國海洋石油10.67,升等先 中國石油化工5.75,升等先 聯想集團四個半也是跌能先 美國可能向進口太陽能板徵收最多三成半的關稅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四名委員分別建議 向進口太陽能板徵收關稅和引入配額 其中主席的建議最嚴厲 提議向免板徵收三成半的關稅 電池就收三成的關稅 總統特朗普考慮各人的建議之後 會在明年1月12日之前 決定採取什麼措施 包括是否開徵進口關稅等 美元匯價靠穩 主要受到美國經濟數據所支持 數據顯示 美國經濟增長穩固 美元受支持 不過聯邦儲備局和英雲銀行議息之前 投資者避免大手買賣 美元升幅收窄 日本中央銀行維持輪化寬鬆貨幣政策不變 有助美元對日元向好 看美元的最新匯價 對日元113.64 英鎊1.3286 瑞士法郎0.9971 歐元1.1649 加拿大元1.292 歐元0.7658 港元7.8005 準泰港元匯價 都日元6.8636 歐元9.0876 英鎊10.3653 瑞士法郎7.8193 加拿大元6.0492 歐元5.9697 新西蘭元5.3777 匯價結束連續兩日聲勢 美國聯邦儲備局和英雲銀行 今個星期都會舉行貨幣政策會議 加上美國會公佈就業和其他主要經濟數據 投資者的入市取代轉趨甚深 紐約期間以每盎司1,270.5美元收市跌7.2美元 倫敦黃金會安市賣出價報1,270.63美元 美國消費信心持續上升 貼近17年以來最高 美國經濟諮商會公佈 消費信心指數連續第四個月順升 10月份升至125.9 是2000年12月以來最高 並且高過市場預期 9月指數由119.8收定至120.6 20個大都會房屋價格指數 8月份按年升5.9% 比7月高0.1% 是連續第二個月加快上升 市場就預期升6% 反映勞高成本的僱傭成本指數 第三個升幅稍為加快至0.7% 是兩年半以來最大升風 符合市場預期 截至9月底的12個月 指數升幅率為加快至2.5% 人間均等於是瑛輪 就直接任鈍頭 我們歡迎請交往 出賣wend放公路 芯 姊姊姊姊很高 我們看六岸 大臺 發同台 看其他的消息 申訴專員公署批評運輸署任由深水埗一條路被圍封超過20年 運輸署解釋是因為區內發展計劃嚴 長沙環道同麗芝角道之間一段興華街 至少兩條行車線的空間被圍封 老政署的告示說正是進行道路改善工程 10年左右都沒有工程 在近幾個月才有工程的路做上 經常都一堆堆堆在廢物裡當然是不喜歡的 原定要做工程的位置 有水馬和欄杆圍住 但在欄杆以外就堆積著一堆雜物 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 這一段路由上世紀90年代初起就被圍封 不但浪費道路資源 更加導致交通意外貧生 以及成為非法傾倒廢料的地點 公署認為運輸署主導交通規劃和管理 但一直沒有主動檢視和跟進 反應處方沒有清晰掌握責任 建議運輸署定期檢討該區的交通規劃和安排 運輸署解釋 政府原定分三階段在興華街預留空間 改造南北行雙線行車 但其後長沙灣臨時加勤批發市場搬遷 和發展房屋的計劃未有如期展開 令興華街擴建車路的迫切性減少 處方說年底前會將興華街的南行線改為北行 配合交通需求 無線理事記者隨自認不得 接著石平宰耀 教訓你一張文才 好啊 經濟報石平 政府公佈最新樓價指數 樓價連升18個月再創新高 顯然今年私樓土地供應雖然提前達標 仍然扭轉不到樓價上升的預期 政府應該加推土地 簡化審批程序 加快推出單位,力換勝勢 文匯報社評 特首林鄭月娥澄清 早前所說的80萬個出租公屋單位 不是公屋建屋目標封頂 他討論的是房屋政策概念問題 不是為公屋數量定順目標或是上限 在公屋供應捉耕建爪的情況下 將原有公屋用地起六字居 難免故此失比 公屋輪候的隊伍可能會越來越長 無論是公屋、六字居 還是首置上車盤 歸根結底還是要面對地從渴來的問題 上報社評 林鄭月娥的澄清有助為事件降溫 不過林鄭月娥的概念仍然有討論的空間 畢竟在她的心目中 相信同存在住公屋單位 到了某一個數量已經足夠的構思 只是留待日後防谷政策各元素完備了 再定出具體指標 小姐 講到底 林鄭月娥的概念 有待深思熟慮 以免在防公政策各元素完備之前 又引起社會大眾不必要的焦慮 中文字幕提供 通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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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岁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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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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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無線電視記者在尤卡輝報道 民眾人壽二十六個零一先 升兩毫一先 長和九十九個一毫二 升七先 港交鎖二百一十七個一毫八 跌兩先 聯想集團四個半 亦都是跌兩先 人民幣公斤挑報二百七十一點二億人民幣 輪胆黃金會安市報一千二百七十點三美元 警方在尖沙咀拉中的男人 涉嫌出售主題公園假門票 涉及大約一萬元 警方一共檢獲二十六張假門票 全部由打印機印製 質素粗糙 被捕四十六歲男人透過網上平台 說半價出售主題公園門票 有七個人買 事主昨日到主題公園的時候 職員證實門票是偽造 入不了場 警方調查後 晚上八點多 調商買家在尖沙咀港鐵站交收 拉了誓案男人 社民連主席吳文婉 去年立法會選那天 向前行政長姑娘振兵示威的時候 以三文治定中一個註冊處理總督察 被裁定普通襲擊罪成 判監三星期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吳文婉下午到西九龍裁判法院 聽取判決 處任主任裁判官蘇偉德說 被告當日是蓄意向時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扔三文治 認為兩人並非朋友 梁振英不可能同意被告向他扔東西 裁定他普通襲擊罪成 吳文婉求成的時候說 他出生於深水埗基層 加入社民連是因為覺得社會不公義 認為要幫貧府發聲 爭取尊嚴是他的榮幸 任何判刑對他都不具阻嚇性 處任主任裁判官蘇偉德認為 暴力和違法行為 與被告的理念有多高尚並沒有關係 又說法庭保障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 但不容許使用暴力行為 認為判刑需要具阻嚇性 以免有人訪效 令執行職務的公職人員受傷 考慮到被告否認控罪 和沒有有效求情理由判監三個星期 處任主任裁判官批准吳文婉 以一千元現金補息等候上訴 期間不准離開香港 無視電視記者減為嚴肅度 雷詠文,今天煙氣繼續不錯 對,文彩,今天陽光和幾乾燥鴿 我們先看看分區氣溫 直至上午7點鐘 各區錄得最多溫度 普遍介乎17.5至20.5度 至於最高溫度 是介乎19.7至23.3度 再看看衛星雲圖 東北貴後方 持續為華南帶來普遍晴囊的天氣 預測今天是天晴 早上天氣會涼一點 日間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26度 吹和換的冬至東北風 指望未來一兩天大致都是天晴和乾燥 朱末期間雲量就會稍為增多了 另外,預測今天上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介乎低至中 預測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是6 強度屬於高 再和大家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開放 廣州澳門天晴 廈門多雲 台北有雨 上海多雲 北京天晴 瀋陽天晴 首爾多雲 大阪天晴 東京多雲 胡志明市雷布 馬尼拉洛趙雨 墨爾本趙雨 星尼多雲 布里斯班多雲 浦克蘭都是多雲 溫哥華趙雨 三藩市天晴 洛杉基有雨 紐約天晴 多倫多趙雨 倫敦多雲 巴黎天晴 阿姆斯雷丹 巴拿克福和蘇黎世 分別都是多雲 天晴才趕到這裡 天晴才趕到這裡 阿姆斯雷